大家平安 我们继续在看民宿记今的经段是28到29章 邀请大家有机会可以坐下来好好来研读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祝感谢你赏赐恩典 让我们可以再次来到你面前 学习来聆听你的话语 帮助我们通过民宿记记载 能够更深刻来思想着你的心意 加天力量 让我们照你的话来写一下 祥祈求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在第28章当中 大概就是有一个重点 就是重新来记载的 就是所有那个祭祀的制度是什么 当上帝赐给以色列百姓 带领他们要进入迦南地 未来要怎么样来完成这些献祭的条例 那当然很有意思 其实这些条例有出现在第15章 甚至出埃及记有很多处的经文 立位记23章都有写到 但是这边好像有一整个统整 把它写得更完整 然后在第29章的部分 特别介绍其他节日献祭 比方说一个星期的第七天是安息日 然后一年的第七个月有三个节日 然后我们待会会稍微来听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第28章的一到二节的经文 耶尔华小玉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 献给我的贡物就是献给我做新香火祭的食物 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 好当我们听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 或许我们不禁会想一个问题 上帝既然是灵 他为什么需要人给他预备这些食物 做新香火祭的食物 当然神是创造万有的神 他也不需要人攻击他什么 然后其实在诗篇第50篇有写到这样的经文 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 千山上的深处也是我的 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 野地的走兽也都使我 我若是饥饿 我不用告诉你 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 我岂吃公牛的肉呢 我岂喝山羊的血呢 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 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神不是需要 但是上帝让我们可以学习一个功课 要献祭给他 献上感谢来到神的面前 其实我们可以想想看喔 我们多久没有来感谢上帝 其实人很健忘 当然在困苦当中时候 比较容易用祷告到神面前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规定 我们什么时候会记得啊 但是透过这些制度的规定 然后提醒百姓要在这个时刻 要来做这件事情 当然很多时候 我们也很容易习惯 不要说规定好之后 就知道了 但是不是真的存心感谢 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甚至我们也很习惯 你把天机点几分教会 机会开始 我们就要来到教会 但是我们已经慢慢失去了 真的感谢的心了 上帝吩咐他的百姓说 要按日期献祭给他 然后不可以献祭给外邦的假神偶像 然后也不可以提到 那些外邦假神神明的名字 意思是要让我们更多来思想 我们就是要单单来敬拜神 纪念神一切的恩典 甚至早上晚上的番祭 就是表明我们一整天都是在纪念神 来思想上帝的作为 为上帝而活 靠神来活 然后所以 当然这些记载 我一条一条 这样规定好像很繁琐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更深来思想 为什么会有这些规定 我们再看29章的第12节 7月15日 要向耶和华首节7日 如同我前面有稍微提到 其实在以色列所有那个节日 献祭当中 7月是他们节日最多的一个月份 从7月初一日的吹饺节开始 然后初十日是赎罪日 然后7月15是祝蓬节 然后达到高峰 然后吹饺日是宣告新年的开始 他们新年是7月开始 然后进入新的一年 前面的道路上帝知道上帝会带领 但是在新年的时候 他们就好好预备 然后来迎接上帝带领新的一年 然后十日是赎罪日宣告圣会 俗罪日就是需要重新安静下来 好好回想自己一些过犯 然后依照律法要献祭 然后15号祝蓬节 祝蓬节就是特别要纪念 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 好在埃及地这些过程 他们曾经住在棚子里面 好在旷野的路上 过了逾越节之后 上帝又拯救他的百姓 好到旷野这些旅程当中 要他们去思想神是顾念他们 是纪念他们的神 然后我们也可以想想 我们是如何在过这些节日 当然到新教之后 我们纪念节日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是用怎么样心来去思想 更要紧的是我们需要来回想神的恩典 重新来省思我们自己 好我们现在祷告 就我们向你千万感谢 让我们能够再次透过民宿记 不管是祭祀的制度条例 或者是这些特别节日的献祭 再次来思想 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 透过这样子的日子 这样子的制度 让我们重新来省思 回顾我们的生活生命 也让我们不是只有在 节日节期制度中间 才向你千万感谢 而是实时思想你的恩典 我们向你千万祈求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好